下面是我們最後一個中國演講 Michael,我是個老外 我是個老外 Michael 對的,我真是一個老外 我覺得你們中國人看我的臉 可能因為我是一個中國人 不是嗎? 不是嗎? 不是,那麼為什麼你們都期待我明白你們的語言和文化? 你不知道嗎? 我是個老外 女士們,先生們 我來中國有很多麻煩的事情 比如說 我來中國的時候我跟我日本太太一起來的 她知道我最喜歡的棒球隊 是我老家的Oakland Aids 她給我一個非常好的禮物 就是那個棒球隊的帽子 我很高興 然後我們想一起去去逛逛 因為外面很熱 所以我快樂的 戴了那個特別好看的帽子 蛤?怎麼了? 你們笑什麼? 這個顏色 對的 我老婆讓我戴著帽子 所以呢 那時候 我當然不知道在中國有特別的意思 因為 是個老外 啊 中國的文化更複雜 中國的語言更難搞 尤其是四個不同的聲調 你們可能聽過有些外國人去房間上吃一碗睡覺 好 但是我們點賽的時候 會說話 誰說錯 蛤 客人 睡覺一晚 多少錢 我 真的有這樣尷尬的經歷 我去房間 我習慣叫女客人美女 有一天 健在一起 我想問婦人 一個問題 雖然我想問她什麼 我說 美女 我想問你 我只要看她的臉 就知道我說錯了 不好意思 而且呢 她明顯不想問我 可能 是因為 我是老外 除了聲調以外 我還有一個關於中文的問題 中文有很多兩個字的詞語 比如說 老外 奇怪 明白 痴呆 都是兩個字的詞語 我的問題是 我經常把兩個字的詞語說法 你知道為什麼 比如說 我上次說老外 但是我說外老 那 兩年前 我想調查 我去一個公司面試 他們問我 但馬克 請說說你最快樂的經歷 我想想想描述我結婚的那一天 我想說是我的婚禮 所以 我很高興地回答 當然是我的離婚啊 那一天很開心 有很多人跟我們一起慶祝 我和老婆和我們兩個家人 都非常開心參加我們的離婚 那個面試官 肯定覺得我很奇怪 所以後呢 我沒成功 加入那個公司 因為我是個老二 哈 我來中國有很多這樣的誤會 但是 我四年 一直住在中國 所以 現在呢 我很高興地 向各位回答 還有更多的誤會 就有一個星期前 我們俱樂部的 廁所老師 是莉莉彭 叫我一個廁所語言 我想去廁所的時候 我可以說 不去 方便 好 我知道了 方便是廁所的意思 謝謝彭老師 然後呢 第二天 在公司 我的同事問過中國人最喜歡的問題 你吃飯了嗎 我還沒去 我還沒去 我要去便利店買 哦 你吃 方便便嗎 噁心 方便便 就是 廁所味道的棉腔嗎 世上吃 你覺得外國人喜歡喝馬桶水嗎 我不要想像方便便的肉是什麼東西 噢 他真不知道為什麼我這麼生氣 因為 我是個老外 啊 我來中國 已經四年了 四年前 我的老婆 讓我帶一個 一個帽子 如果那時候我已經知道那個意思 我會注意一下 我認為老婆是故意給我一個暗示 因為 幾個月後 她真的走了 我們離婚了 我吃一錢 找一隻 現在我知道了 這裡是中國 雖然我是一個外國人 我還有一個責任 應該學好中文 我還該學好中文文化 但是 我一個人很難學 我需要中國朋友的幫助 你們 可以幫我嗎 可以 謝謝你們的鼓勵 謝謝 那麼 我從來不帶一個帽子 這裡是中國對吧 那麼 我該帶一個 紅帽子 那麼 這個故事的道理是什麼呢 就是 就是 我需要把我最喜歡的棒車隊 蓋到這個紅色的 California Angels 因為 我還是個老外 謝謝 老人都進去這邊